哈囉大家好我是Aster 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如何畫出 宋慧喬和高准希這兩位天仙的妝容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這支影片主要是想跟你們分享 這兩位仙女她平常化妝的重點都是在哪裡 那很難仿得像啦 畢竟我們三個人的五官是完全不同 而且絲毫不相似 然後今天要使用的產品呢 是1028的新產品 然後來完成這兩個妝容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首先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天生完美眉膠粉 那這個眉膠粉呢總共有三個顏色 那淺咖啡色呢就是適合淺色髮的女孩 那咖啡色呢就是適合深核色 還有巧克力色髮色的女孩 那再來灰核色呢就是適合黑髮的女孩 那這款眉彩呢它的質地非常特殊 它在容器裡面的時候呢 是呈現一個眉膠的狀態 那它畫到皮膚上之後呢 會變成霧面的粉狀 所以呢就變得很好暈染 那剛好它一邊是筆刷 然後一邊是眉膠 所以就一支筆帶出去也不用擔心 就是這兩個東西分離不間 找不到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個的 那首先呢就要來跟你們分享 宋慧喬的眉型 那宋慧喬呢它的眉毛很有趣 它本身的眉型是比較上揚 然後有一些眉峰的 可是呢它把那個眉毛的下緣呢 畫得比較圓弧形的感覺 去修正上面的那個眉峰的銳利感 可以先用斜切面的地方去勾勒整個眉型 然後再用寬平面呢去刷出柔霧暈染的感覺 這樣整個眉毛就會看起來非常柔和 再來高準系的眉型呢 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韓系平眉 那它從眉頭到眉尾幾乎是平行的狀態 而且呢粗細也都差不多 像這樣子比較平的眉毛呢 反而可以綜合掉 像它那種五官非常精緻 然後精緻到有一點輕銳性的那一種很性感的五官 然後讓它整體看起來更柔和然後溫柔的 那再來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這個 天生完美進光唇釉 那這一款唇彩呢總共有五個顏色 那它每一個顏色呢都是非常韓系非常飽和的那一種唇色 那它的顯色度很好遮蓋唇色的效果呢非常棒 而且它有很棒的修飾唇紋的效果 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唇彩品 那頌慧喬的唇妝呢大多以自然色系為主 所以我今天要用03號愛幼裸眉來完成這個妝感 那薄擦的話呢可以提升氣色 然後就像嘴唇原本就有的一個紅潤感 那厚擦的話呢嘴巴會變得超級飽滿 看起來就很好清的感覺 那高准希的形象呢比較性感 我用的是04愛幼赤紅來完成這個妝感 那薄擦的話呢可以呈現出現在最流行的血色妝感 厚擦的話呢也可以畫出非常飽和的性感紅唇 然後這兩位仙女的妝感就都完成了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對1028這個系列的新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到各大美妝店去試用看看 或者是到官網看到更多的資訊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所以我們下次見囉掰掰